演员的诞生的舞台上 导师与多位挑战嘉宾 共同完成了20个精彩的影视化片段 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 我叫如花 16岁开始做琵琶女 既包含了他们的共同努力和心血 也倾注了演员们对经典的敬畏之心 随着分组赛的继续进行 我们也将迎来本季影视化拍摄的书官之作 让我上场 早起 大宅门啊 都是门啊 都是门啊 拿着剧本 谢谢 一起商量 我们演的也是一个大宅门 但是是另一家 全是我们自己的 我觉得跟丹丹姐演戏应该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我们就特别简单的 演艺场要我们俩共同一戏 好不好 压力挺大 实话实说 我现在头就很疼 喝了水走人吧 她是非常好的演员 我希望刘敏涛可以挑战我成功 挑战演员刘敏涛 为丹丹老师挑选的剧本《大宅门》 倒计时准备 影片开场 爱这屋里呢 小翠儿 把人都拉进来这么半天了 咱也不知给倒杯水喝呀 去给倒杯水去 是 大囡囡 坐下吧 坐下 这位姑娘 听我们家二狗子说 有一个多礼拜了 你见天坐在我们门口那大槐树底下 趁着脖子在我们院里头看 那看什么呢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不知声 你哪儿呢 你哪儿人呢 啊 燕太沐萍 燕太沐萍 你贵姓 娘家姓赵 燕太沐萍 娘家姓赵 你贵姓赵 烟太沐萍 有个叫赵九儿的 你听说过吗 嗯 九三 赵九儿 你干嘛来了 上我们家干嘛来了 十九年前 乡下闹瘟疫 你爹妈拉着股瘦如柴 十六岁的你 把你卖到窑子一斗高粮 看 我大儿子瞧着你可怜 二两白银把你赎出来 一年以后你生下我孙子三天 我差人把我孙子抱走 给你们家留下了你们全家购十年的饭钱 咱当初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好了 咱从此两家人老死不相往来 你一辈子不许进我们白家的大门 是不是 小翠儿 送人 大女儿 大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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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呀你 啊 我 给我起来 有什么话就赶紧说 说完了给我赶紧走 那奶奶 俺爹啊 三天前就去世了 俺娘上个礼拜呀 也跟她一块儿去了 俺家里头 匣子就空牢牢的 俺也不知道给上哪儿去 这不是十八年了吗 俺天天从蒙儿 都能蒙点 俺那个琴儿 俺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生枝来了 赵久文 我们白家三代御医 门风端正 明满京城 我不可能让你进我们白家门 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大奶奶 我从来都没想进 进白家门儿 俺呀 俺就是想看看俺那个二 俺就是觉了吧 就昨天那个白家门口啊 俺心里就踏实 俺想看看俺那个二啊 他长多高了 多大了 他 他长得 很没眼啊 你说 他有没有那么一点点长得 能像俺那个眼儿 等俺贼做梦的时候 是不是那梦里头 也能是个贼儿啊 大奶奶 行了 别说了 这弄得这哭哭啼啼的 多少年前听我儿子说 你是个知情达理的姑娘 今儿个我瞧着你也可怜 老太太我 就答应你这一回 让你见上一面 坐下 没说完呢 川儿 把家辉叫进来 你给我听好了 今儿见上一面 你就得给我走人走远远的 我不能让你辱没了 我们白家的门面 不能让人 在背后戳我孙子的脊梁骨 听明白了吗 头 奶奶奶 奶奶 嘉辉 来 过来 咱这儿来 好 嘉辉 这个是咱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十八年了没见过你 说过来见见 来 叫人 那我叫她什么呀 叫姑姑 姑姑好 好 好 嘉辉啊 回屋做作业去吧 姑姑您坐 奶奶我走了 赵九儿 人也让你见了 老太太我今儿做的 也算对得起你了 也算对得起你了 永远不能再踏进我们白家的门 谢谢大奶奶 本节目由21S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独家冠名 小乐小困喝点香飘飘 本节目由香飘飘奶茶特约播出 去你听我听大家听的喜马拉雅APP 投票选出心中最佳演员 欢迎登陆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丹丹姐刚才有一小段的那个表演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教学使用的 整个的这一条线 特别的细腻一层一层的递进到那 你的所有的心理活动 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下 但是你全部都能够传递出去 步步紧逼的话 这是最高级的一种表演 对对对 这个我也特别想出来的地方 她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也可以换一种表演方式 也没有错误 一说我叫赵久文 她的惊讶 她一下就警觉起来也可以 但是你忘了一点 老太太这19年来 这都是一个心病 心结 所以她老太太的感觉是你终于来了 对 这种表演更有力量 是的 所以说还是很棒 谢谢 我在大奶奶和赵久儿 两个角色身上都看到了细腻 看到了真挚 看到了力量 所以谢谢两位的表演 丹姐除了也演过很多喜剧之外 丹姐是仁义的这个 一级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 刚丹姐那范儿一出来 马上仁义的一级演员 那身份一下就 让我觉得真的是 来这儿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谢谢 这一场戏 我觉得是两个女人 各自在展示自己内心的疼痛 宋楠楠老师是先把她的疼痛释放出来 然后再慢慢压抑 而刘敏涛老师在最后的时候 她没有能把自己的疼痛释放出来 所以她的疼痛没有 宋楠楠老师的疼痛层次更多 更深刻 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了宋楠楠老师 刘敏涛老师 我觉得很内敛 然后很稳定 在这个表演里面 我会投给刘敏涛老师一票 有请十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 一共有八票投给了丹楠老师 敏涛老师也获得了两票 谢谢 而接下来观众评审会如何选择呢 也支持 一共有八票投给了丹楠老师 敏涛老师也获得了两票 谢谢 而接下来观众评审会如何选择呢 丹楠老师 观众投票一百七十一票 总票数二百五十一票 敏涛姐观众投票一百一十七票 总票数一百三十七票 谢谢宝贝 你演得非常好 谢谢丹楠姐 真的 谢谢敏涛姐 我来了就是想跟她演一场戏 我的愿望实现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以合作 跟她学习学习 那我就已经真的是 心满意足了 也再一次感谢丹丹老师 谢谢您 战无不胜的丹丹 真心满意足 让她们认为 要有座场 真心满意足 每个酒的人 被选中的演员直接进入该导师战队 如果多名导师同时选择一位演员 选销素 销素 该演员应有反选导师的权利 我选单单老师 没被导师选中的演员则进入待定状态 你们就要回到观战时继续去等候 上周翟天林作为在第一轮比赛中 唯一挑战导师成功的演员 直接选择进入刘烨战队 好 我选择刘烨战队 好的 通过第一轮表演 张子怡和宋丹丹 也分别收获周一维和林销素 两位实力战将 本周分组赛战况升级 第六位 真的假的 挑战嘉宾将继续争夺三位导师的剩余席位 我都陪着你 因为我爱你 爱是要克制 太幸福了 导师们又将如何抉择 我要该选 我认为他们是这舞台上最有爆发力的演员 真是太难过了 都是很好的演员 我有多感恩我就有多记仇 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导师分组的挑战赛 现在我就来宣布 第二组 辛志磊 黄露 最害怕跟辛志磊分到一组 因为我们俩 都是比较像的一个风格吧 这三个会是谁呢 第二组也是三个人 余浩铭 为什么 太厉害了 这两个 你也你 还是我吧 还是你吧 因为我们四个属于足德了 你们是要搞事情 可以 刘敏涛 非常强悍的三个女演员 好吧 来 王三 敏涛姐 像刘敏涛呀 黄露老师呀 都是经验很丰富的 真的是一个强强组合 期待着你们更精彩的表演 好 拜拜 第三组 欧阳娜娜 周云鹏 杨乐 余明佳 贺 曾顺熙 第五位 有 有 那第六位 我 好 哇 居然是六个人 我都没想到 那我们就还差一个 余月轩 好 余月轩 谢谢 这组太强大了 跟周云鹏碰到一块 担心太熟了会笑场 我们是要演一个家族戏吗 这么大的组 对 应该是个大合唱 不过来了 跟周云鹏分在一组 她的那种喜剧表演状态 你可能很难去拿捏到她的那个点 也像球一样 她给我打了一枪 我觉得我可能 未必能接得住 演员根本就不分什么演员 说实话 我要是不认真起来 我吓死你 拜拜 加油 第四组 刘云 余浩鸣 舒畅 韩松韵 你们四个 我们四个最爱然就下来了 已经一目了然了 就不用再叫名字了吧 人一般是说大腕都传笔 你看你们几个人 我们是备剩下的 怎么一个男演员都没有 好想跟男演员合作一下 张彤姐姐 是我在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就认识的姐姐 看她在我就特别的安心 每一个人都非常优秀 让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都跟他们俩合作过 姚远 她也很有意思 我们几个如果好好排的话 应该能够拍出一个还不错的个体 那就去吧 期待你们最好的表演 期待 拜拜 太熟悉的地方了 来吧 这么多声音乐 咱们对个词吧 好 好 大红灯笼勾勾勾勾 三个女人嘛 一台戏嘛 这个戏选得挺好 宋莲是直垒吧 又是一个很强势 很霸道的一个角色 我就是特别怕 演的跟之前雷同 第二是露露 丫鬟嘛 我的戏份还挺少的 没有上次那么大的发挥空间 那我肯定就是那个 二主那卓云了 外表看起来温满善良 内心比蛇蝎还毒的这种女人 我是没有演过的 我去尝试一下 念念你这肚子里 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你拿 二姐 她对演戏的方式挺强势的 台词功底又特别好 很hold得住这个舞台 二零三天 这长铃灯也太点到头了 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好不容易被树火回来 再打死掉 挺丢人的 我告诉你 一丫头就是一丫头 你命令不对的闪动 她们的戏很扎实 很有灵气 十分的标准 我给自己打8.5分 我会全力以赴的 三人强强联手组 没有一个最统 现在让我们共同进入喜马拉雅APP剧本推荐时刻 接下来表演的剧本由喜马拉雅APP用户在节目专区票选产生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自费的游戏 按组战规矩点长铭灯 演员 哎 这灯亮了有五个月了吧 五个月零三天了 记得真清楚 五个月了 这院的灯笼有多红 别的院的姐姐们的脸色就有多黑 可不是吗 这灯在哪儿啊 老爷的心就在哪儿 其他奶奶们心里可都有火呢 你过来 哎 你心里有火吗 四奶奶的话要听不懂 要是你看看那盆里是什么 没什么呀 好好照着你自己 老爷喜欢你 就像喜欢小猫 喜欢小狗 你自己可别乱了心思 记住了 奶奶就是奶奶 丫鬟就是丫鬟 这天可真够冷的 四妹 这是闹的哪出啊 二姐来了 要是心里有火 我帮她去去 怨不得老爷喜欢你 这刘过阳的人呐 他就是不一样 去个火都这么别致 二姐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这个院里就你不争 就你不强 对我最好了 就你最甜 呀 起来吧 好 是 好 像是 怎样 有什么呀 那眼睛啊 别老盯着天上看 当心被盆砸了 四奶奶放心 你二的头 硬着呢 你 混账 你可别动真气啊 跟一个吓人 咱不值当的 来 二姐给你捏捏 四妹啊 你可得好好 护着这肚子里的孩子 这孩子才是 你在陈家的长明凳 明白不 明白了 二姐 时候也不早了 你就回去歇着吧 不累 天还早着呢 再捏会儿 二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捏捏呀 捏捏你这肚子里 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雅儿 快送二奶奶出去 雅儿 快送二奶奶回去 二姐 怪木了 起不来 你 二姐 你完了就走 二姐 你也学会唱戏了 唱的还是一出空城气 整整整五个月 零三铁 你这长明灯 也该点到头了 二姐 今儿这灯要是灭了 恐怕之后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二姐 二姐 你最心疼我了 二姐 我求你了 二姐 你最心疼我了 二姐 我求你了 二姐 你也嫌我是个戏子 为了这盏灯 我买了我所有的戏服 老爷 老爷嫌我 我能给他续香火 为了这盏灯 我尝遍了天底下最苦的药 我不争不起啊 是因为 你们把老爷惹烦了 他会来我这儿躲清静 我就这么小心翼翼地 守着这盏灯 他到头来 灯来等去 灯来的 是一个又来跟我争灯的人 你说我的心会有多疼 果然是科班 二姐这苦肉计 可比我这空城计唱得 有滋味多了 有滋味的还在后边呢 来人 封灯 封灯 四妹啊 不是当姐姐的不疼你 是你坏了规矩 坏了规矩的 不止我一个吧 你什么意思 你跟刚一声偷情 你也坏了规矩 你血口喷人 你再胡说 我找人撕了你的嘴 我血口喷人 你敢把高医生叫来 让他跟老爷讲讲 是怎么给你看的病吗 你敢吗 你 二太太 你 这事还是您和老爷 说清楚比较好 我不去 我是清白的 我不去 你想害死我 你要害死我 你这个贱人 四奶奶 二奶奶这一去 她是回不来了 她回不来 我也回不去了 但从你把二奶奶的那些脏事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我那可是说漏了嘴 怕是我这空城记 也是你一时说漏了嘴吧 说漏两句嘴 换来一盏灯 你说 直吗 还真是你 还真是你 你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你命里就不戴那盏灯 老爷吩咐 二太太败坏门峰 家法处置 四房丫鬟样 深得老爷喜欢 则即日明媒正娶 为五太太 你命里就不戴 你说我命里不戴这盏灯 告诉你 我样从来就不信命 样 你比我活得明白 在这灯里过日子 就得活得糊涂一点 才能活得长一点 久一点 对了 四姐 帮我捡一个 你刚来时候的学生头 老爷喜欢 从今往后 这出戏 该我唱了 好 我捡 这出戏 该我唱了 我捡 很好 剪好看点 我捡 红奶奶 我给你捡 我不会亏待你的 五奶奶 我给你捡 你疯了吗 子奶奶 别跑了 还没捡好呢 别跑啊 子奶奶 你饶了我吧 子奶奶 我求你了 女性在上面做个受苦的戏子 不如去下面 做个舒服的鬼 子奶奶 求我 老人 二奶奶 您都要走了 就别穿着戏服惹老爷不高兴了 二十年了 为了这战斗 我竟让她高兴了 今儿个 我也高兴一回 二十年 四妹 黄泉路上 太黑了 送我一盏 大红的灯 可好 好 好棒啊 鸡皮疙瘩都出来 鸡皮疙瘩一声 点灯求别人 风灯恨别人 求来恨去的 都忘了 都忘了自己还长了双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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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今儿起 这灯 咱自己点 有手 我都唯好 我都唯有 你了 我都唯活 我都唯有 我自个儿装了水 这就是为了追求她那个真实 对吧 张子怡导师 邀请 我首先谢谢三位演员 这是一个欲强则强的画面 太残忍了 把他们仨放在一起 我认为他们三个是 这舞台上最有爆发力的演员 就是他们的传播角色的能力 塑造角色的能力都非常强 这选一个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女人跟女人标戏 那种挺难演的 是 这两个女演员都是女主角的身份 然后又要标 你没有遇过那种 突然间能想到了 是拍《一季回忆录》的时候 当时又巩俐姐 但是那些戏都是明争暗斗的 就是冲突很强 但是它是藏在底下的 对 对 都挺 挺难的 哇 真是太难过了 三个这么好的演员 三个我真的都想要 给我一点时间 一分钟 敏涛师姐一直还是维持着她的状态 演技在舞台上立得住 每句台词都能讲出来 黄鹿也是一开口 角色特别鲜明 然后心之雷 我觉得这次比上次好多了 这次人物完全出了 而且你感觉好像更自信了 特别难能可贵的 三个人的这个人物分得特别清楚 但是确实有一点就是说 哎呀 这种特宏大的这种东西 然后包括后来就打开 短时间内人性生死 然后还有一个蒙太奇的效果 灵魂的对话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确实看得挺满的 就这样 然后非常非常好 就这样 非常好 很奇怪啊 这个作品 真的很奇怪 因为都是很好的演员 心之雷应该是下了很多苦功 对 还是有点清嫩 还是有一点点 但是其实已经觉得下了很多苦功 然后黄鹿一向戏 大家都说很好 也看到都hold得很好 敏涛老师就完全一出来就压住场 因为它那个气派真的是 那舞台的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厉害 那这个其实剧本编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完整的 美术 特效等等 音效都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对了 那放在一起 反而我没什么感觉 都不知道怎么评论 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我作为导演 因为我找这三年来演一部戏 演一场戏 我觉得是错的 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方式很不一样啊 对 完全不一样 每一个都是另外的 完全另外一种演员 比如说敏涛 就是舞台剧那种表演方式吧 敏涛啊 他扮演了一个唱戏的 所以你看 他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赋予了很多这个特点 职业特点 说话全是带着那个蕴白味的 你知道吗 这刘过阳的人呢 他就是不一样 去个火都这么别致 他有点这个 可能要分开 我觉得应该演的时候 要分开一点 就因为太短了 15分钟 可能他要表达 他是一个唱戏的 但是生活里面 唱戏的人不会常都这么说话吧 对不起 可能我比较直接一点 刚才可心导演和俊如姐说的那个问题 我也一直在认真地想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在舞台上 不是唱独角戏的 也不是一个单口相声 确实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精神 我们三个这个小姐妹在一起 很开心很快乐 而且非常的认真 他们两个是那么优秀的演员 我也感谢节目组能把他俩跟我分到一起 节节高嘛 你强 我强 大家都强 这是最好的 我之前其实想过我还要不要回来 就是有纠结一下 这次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还好回来了 然后就是从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吧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排练啊 还有录像的 我忽然有种特别像 回到就是大家庭的感觉 我觉得没有白来 好 谢谢 其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心态特别不好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站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想赢 然后 对 但是这次来我觉得 就像露露说的 就像回到了一个 一个有特别多好的演员的地方 大家一起来演戏 我挺放松的 我很开心 谢谢 那我接下去想补充一个环节 就是做一个激性的一个练习 我们就就着现在这个场景 把它变成一个景区 景区经常会有一些游客 来拍照片 黄鹿 你就是那个招揽顾客的 要给人家拍照片的 一一能不能把你这个 一秒钟就入戏 前后两千万的这个手机 借给黄鹿 没问题 给你一个很好用的道具 这是直入啊 要不然君如老师上来演一段 好啊 君如老师 真的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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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黑汉 你能看到 什么景啊 这个景是海旋门嘛 巴黎嘛 不是山西大院嘛 这个是谁啊 我 我 你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吗 我这么年轻怎么会看过呢 那里面的丫鬟儿样 我是他孙女 真的吗 谁导的这部戏 张艺谋啊 张艺谋是谁啊 张艺谋是火锅著名导演 陈可欣导演我都认识 那从哪儿来啊 我是法国 你呢 你看我像哪儿来的 看你像从韩国来的 我是从日本来的 你看错了 不好意思 你看错了 谢谢 谢谢 这位呢 我从航天来的 取言 远道而来 我帮你们拍张照吧 首先拍得好的话呢 你们要有个参照物 就是像很胖的路人甲之类 自动人像前后两千万像素 大长腿 这个是上男少女最喜欢的手笔 好 谢谢居如姐 非常感谢 谢谢你 谢谢 给她们推荐哪一位啊 其实三个都好 没有 我不推荐了 你们自己选吧 好 这也是一种态度 因为三个人都好 都蛮好 不知道该推荐谁 刘明涛老师呢 如果他能把戏曲腔稍微的收一点 更加不险山不漏水 我觉得会更好 黄露老师是那种勉里藏针 他连演那个尸体的那一段 我觉得都很专业 对 然后辛子蕾老师 我是觉得 他有一种悲悯的气场 让我过目不忘 那我个人这盏大红灯笼 我挂给辛子蕾 谢谢 好 三位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我真的觉得他们三个都好 我可以不可以不摁 他们俩选的剩下一个给我 我很怕我们三个人都摁到一个人上 然后好的演员被弄走 没有 你们不要 千万不要在这个环节 别说互相让 你愿意要谁你就要谁 来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纠结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我们请最痛快的刘业导师 先来揭晓 我选了 敏涛师姐 谢谢 谢谢 如果他们两个也没有选你的话 你就是刘业战队无疑了 如果他们两个还有人选了你 那你可就麻烦了 来 接下来 丹丹导师 我选的 我选的 我选的敏涛 哇 我可以换人吗 谢谢 接下来 紫怡导师 我说两句啊 我想跟另外两位说 就是 即便这两位我没有选 但是 请相信你们的风采 一定不会被吞噬的 我选择的是 刘业战 我选择的是刘敏涛 哇 谢谢 这谁能觉得这不可能的情况 哇 要炸了 我要该选 我要该选 我以为敏涛没人要 敏涛 怎么能这么选 因为你年龄最大了你知道 我以为他们会不选你 谢谢 嗯 谢谢 你怀疑人家两个人的 那个审美了 谢谢 你怎么会说年龄最大 就没人选呢 我觉得他们 那两个会被抢走的 丹姐 开玩笑 丹姐 咱们四个 谁年龄最大 女性啊 你年龄最大 谁最吃香 你最吃香啊 别看了这个 哎呀 刘业 我就对你刮目相看啊 我原来一直觉得 我会说好听话的 那后来半天你比我强多了 他们三个真的都好 接下来我们想请二位 先到观战室去看 感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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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涛姐的实力确实是很强 对 输得心服口服 然后跟他们两个对戏 也特别过瘾 觉得挺满足的 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你是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次出现三个导师 同样选择一个演员 你有什么感想 你有什么感想 实话是说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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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哭 其实我真的忍不住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到了 你要在这三个人中间选一个人了 在刘敏涛选择之前 你们猜是谁 你们猜是谁 紫衣 我猜是丹丹老师 想要她来的心愿 那我说一下呗 来吧 敏涛师姐你看啊 我就说两点 第一 一 二 三 三个人 很明显 两位女士一位男士 而且敏涛师姐各样什么各方面 大喜合适 特别搭 第二个 然后我跟紫衣比 就是我们俩各有这个优势跟劣势吧 优势呢就是我跟紫衣比 我的优势是我是男演员 咱俩更搭 她的劣势呢是她是女演员 没机会了 我这样没机会了 当然了 敏涛师姐就是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人就是就是我非常专一 就这一句话 我这人很感恩 很感恩的人 但是她也很记仇她说 她从心有多感恩 我就有多记仇 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那我完了 敏涛师姐我跟你说啊 她的优势呢 她是爱讲冷笑话 她排练的时候十个小时 她说七个小时冷笑话 她只工作三个小时 可是我排练的时候 我不说冷笑话 我七个小时我全排 她七个小时全在化妆 她七个小时全在化妆 哎呦 打起来了啊 然后丹丹姐 那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不用说 对 我那个 尹涛我自动放弃要你的权利 我们合作完了 我们已经做过作品了 放弃了 真的 咱俩算了吧 有缘无分是吗 好 已经好了 这话这权利还真不在你呢 你只能去劝劝她 好 到时候人刘敏涛说了 我还救你非你莫属了 丹丹姐其实用的是一招 激将法 对 飞 飞 就是让我选择吧 我是更难了 丹丹姐 我的梦 不是说圆不圆 也不是说丹丹姐刚才说的 我们就到此为止 那不行 丹丹姐 我选 别支持 丹丹姐 我的梦 不是说圆不圆 也不是说丹丹姐刚才说的 我们就到此为止 那不行 丹丹姐 我还没说完这次 哎呦 这个心脏了 丹丹姐 不管这次 我们能不能再一个战队 以后我都希望 您能选我 我能跟您一块儿演戏 刘烨 谢谢 我明白了 我选 子依 谢谢 欢迎你加入到我的战队 谢谢 我总觉得我跟刘烨 在一起搭戏 可能因为没搭过 心里不是特别的有底 就是不知道我们俩 出来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想象不太到 但跟子依那儿 我想象的画面是有的 好的 那让我们再一次 用掌声来 恭喜你的晋级 来 谢谢 演员一秒入戏 两千万看清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刘敏涛 成功晋级 谢谢 现在子依姐这一对太强了 截至本轮 张子怡战队 共收获周一为 刘敏涛 两元大将 宋丹丹战队 还剩余四席 刘烨战队 剩余四席名额 我们共同进入喜马拉雅APP 剧本推荐时刻 接下来表演的剧本 由喜马拉雅APP 用户在节目专区票选产生 接下来我们将请六位演员 共同为我们带来一个 爱情主题的作品 他们分别是 曾顺熙欧阳娜娜 杨乐余明佳 余月仙周云鹏 请进 熟悉的排练清理 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幕后话续 登陆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 我们组好大 是个 好大个组 尴尬的笑诚意 我们六个人能演啥 一个作品的话 我脑子有点懵 我觉得他们 应该都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的机会很渺茫 我觉得我们这一组 虽然挑战还挺大的 因为人很多 然后有很资深的前辈 可能我是新人 所以我觉得 会比较不知所措一点 剧本是啥 滚烫的剧本 那个剧本 我节目组代表 谢谢 谢谢 咱俩一对 至青春 小丈夫 林佳妮跟杨儿一组 小姨咱俩也金婚 我的天哪 三对爱情 我就跟周元鹏一组了 我觉得是场噩梦 我特别反对我俩一组 为什么 这二十多个演员里面 我最不想选的就是周元鹏 他就是非常的喜感 然后他的这种包袱 也不断地就会随时地会蹦出来 不在游戏规则当中 我特别担心会笑场 觉得节目主对我不公平 怎么呢 你看人家都是90后00后 我70后 解放后 他是我小姨 然后演夫妻就太尴尬了 怎么投入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我就想了能不能换人 为什么这几次都演的是老头 一点都发不出我的特长 其实我的特长是演小伙 娜娜你觉得可以吗 你剧本 是要分手吗 挺难道 我觉得我适合演那个至青春 恋爱都没谈过吧 对 我跟你教妈妈的 我决定不了 那我就选择跟这位咱俩演那个 不行 我喜欢杨乐 咱俩演就演吧 随便吧 不过我觉得你们这组压力是比较大 因为国际老师在上面 就别闹了 咱们就各自找各自的搭档 我们先小组小组练 练完之后最后我们都整合在一起 我们再合好不好 好 解散 加油 来 来 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演戏紧张你知道吗 为啥 我头一次谈一个你这么小的男朋友 不是 但是那个眼目小辈 这这角色等于是之前我演过的角色 然后一会儿我在演这边 不要了啊 我跟你谈的是爱情 爱情懂啊 不是这些什么鸡毛损皮的小事 这不是爱情是自私 你凭什么说我自私啊 看到剧本那一刻 我内心是崩溃的 对于我来讲 这是没有新鲜感 没有突破 你坐下 别来回溜达 溜达溜达 我焦虑 我没有任何优势 我现在身上全是劣势 喜欢你 就应该是放肆 这好像又搭不上扣了 就前面说的是摇篮 你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突然就说 就还是择那把这事合理 我觉得他写得挺符合的 就我肯定很犹豫 我孩子大了管你叫爸爸 对 怎么弄 还有孩子的事在理 对吧 我拿到剧本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挺打动我的 我有孩子 然后我也是个成熟女性 这个女的本身人设比较符合我 你没有看过我的戏吧 看过呀 看过我的戏吗 陆小葵 还有你微博发那个招店 对 妈已经走失离了 没有 招店 我今天本来不敢说件事 但是我现在见到你真人之后 我觉得你还蛮乐观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都不敢来找我 为什么 我说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什么惯后感 但是自从我发了那个 小信的那个微博之后 大家都来找我 就你放开了 就你认真 学习吧 本来就是来学习的 对 我看你 骗骗老师 看一下 看看你俩自己对于剧本 是怎么理解的 我从李维娟那听说了一个笑话 他说你过几天就要出国了 去美国了 我们两个就还是在说台词 说台词就不是演戏 我们肯定是演那个人的那个心理活动 可能不够熟 第一次见面 来 说我得走了 你也说我不想让你走 顺着自己的心 产生动作的时候就往来产生动作 我不想让你走 我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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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让你走 我说我得走 不想让你走 分开 分开 我走了 你就会委屉 我不是 belo notebook 我得走了 说出来 我不想让你走 我不想让你走 分开 我不想让你走 separ mein 说出来 couldn recognel 我不想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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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刘天琪老师的出现 解救了我们两个 帮我们把这个人际关系建立起来 我觉得天琪老师带给我们的观念 就是要相信 要相信对方就是 自己爱的那个人 也是很急修地能让我们进入这个状况 得走心 走心认真的演人物 我看好你 我知道我行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谢老板 你怎么来了 我刚从李维之那听说了一个笑话 他说你过几天要出国了 你说这不是笑话吗 早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有什么事是不告诉我的 扮美国签证用的 对不起 公派留学 是我摆脱贫困唯一的机会 看看 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只是我不明白 你的前途跟我是不能共存的吗 还是你的蓝图里 从来都没有我 阿正 你给我一个解释 你说什么都好 你就说你是迫不得意 你说你是为了我好 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的 阿正 周恩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其实 其实我从小就挺自卑的 也习惯了吃苦 可是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让你跟我一起吃苦 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 也许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吃苦呢 可是我不愿意 阿正 周恩 周恩 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阿正 可不可以不要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不想你走 阿正 阿正 周恩 周恩是个混蛋 阿正 我必须要走 阿正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你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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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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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叫 cô 告诉我的 哥们儿 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姑娘分手啊 我不想耽误她 小贝 对不起 是不是等我半天了 你怎么才来呀 我接孩子去了 约我什么事啊 怎么约这儿了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咱先拍张照片 来 拍照干嘛呀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咱先拍 看镜头 一二三 怎么样师傅 您帮我快点洗啊 谢谢 快说 好短短的拍什么照啊 我回头再跟你说 不行 现在就告诉我 我是想当做 以后我们两个的订婚照 别做梦了 谁又跟你订婚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一直 直 直把你当弟弟看待的 姐 我喜欢你 你是知道的 我想娶你 我不跟你说了 没空给你这种小孩儿吧 过家家 你别老说我是小孩儿行不行啊 不就比你小十岁吗 喂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们娘俩就剩这一套房子了 不是 哎 你把它卖了我们娘俩住哪儿啊 那 哎 孙子你还是不是啊 啊 你自己在外边找小仙儿 老牌子都不要了 你还有脸惦记那套房 我告诉你 姚兰要是不同意 你这套房就卖不了 哎呦 你别说了 什么 你还要告姚兰 行了你告啊 你要是敢告姚兰 我就敢告诉你儿子 我 我就告诉你儿子 你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不要你跟你妈了 陆小贝 你等着 我是谁 我是姚兰的下家儿 你儿子的新爸爸 你胡说什么呀 姚兰 你至于吗 这么护着这王八蛋 他就是再是王八蛋 他也是我儿子的爹 他做错什么 你也不能告诉我儿子 陆小贝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跟你在一起吗 因为我儿子需要的 是一个能为他遮风挡雨 陪他长大的爸爸 不是一个 陪他一起胡闹的大哥哥 以后你别再找我了 以后你别再找我了 我的事儿 不用你管 姚兰 我跟她这么说 就是想让她知道 你姚兰不是没别人要 姚兰 你勇敢地往前迈一步 给我们两个一个机会行吗 咱们俩 真不合适 我 我祝福你 能找到一个 适合你 跟你一起飞的女英雄 我 我的年纪 不能再陪你飞了 杨兰 杨兰 只要你勇敢地飞 你可以成为超人 你还有我呢 只要你给我时间 我会变得成熟的 我会变成 你想象中的那个男人 你想做什么我都陪着你 你想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因为我爱你 爱就是要放肆 爱 是要克制 到了 就是这儿 快走两步 还拿我当小伙子呢 不快帅快呀 我还能起飞呀 哎呦 那个倔老头子 听我照相是听我干什么玩的 哎呦 小伙子 你们这儿拍一套婚纱照 多少钱呢 我不照啊 照 不照 照 照照照照 照照照 没事照照 不用理他 小伙子 你们这儿拍婚纱照 是怎么收费呀 大妈 我不是这个照相管的 我是来这儿拍订婚照的 小伙子 大爷打听你一下子 订婚了 拍照来的 那什么 我大爷问一下子 女方呢 大爷 大爷 我 我女朋友她走了 都 没想点招啊 啊 死才烂打 死皮赖脸的 追啊 我 我够死皮赖脸的 那 这死皮赖脸 跟你大爷年轻的时候 岔老了嘛 你得追 你白长大大长腿了 得追 哦 听没 小伙子有说话不 行了 还大长腿 你这小团队能跑到哪儿去啊 小伙子 女人啊 心软 坚持就是胜利 当年你大爷追我的时候 那靠的 就是坚持 哭成泪人 没有用 得追 对 快去吧 快去吧 加油 快去追去吧 谢谢大爷 快去 大长腿 哎 老板 我们想拍一套婚纱照 多少钱呢 我不照了 我因为被说我一会儿不给你面子 我肯定不照 你这是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多大数 心里没数吗 那头发白了 比婚纱都白了 好意思照啊 照完事 照那玩意 像啥呀 照出来呀 把哪儿挂 吓人不 丢不丢人 我我就照 照你照 照你照 你照的话 我听咱俩穿那 咱俩那老唐装照一下也行 照 照什么婚纱 你懂个屁 咱们俩 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年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金婚 哎 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啊 我一定要穿件婚纱 做一回公主 你还能要点脸不啊 你都快成祖宫了 你知道不 你留点钱给孩子 攒点钱多好 我那扯这当个孩子 那事是呢 你呀 你呀 啊 看看 你拿着这玩意 这是当年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承诺的保证书 你看看你当年是怎么写的啊 第三条 只要文力喜欢的事儿 保证全力以赴 积极配合 你看看 我不配合 你拿一遍 把这玩意给我拿一遍去 拿着 我配合你一辈子了知道不 就因为这玩意老吓唬我 我今天就说我做主我做主了 我不配 我不知道 行 你走 走 走 我找玩意 走 走 当年结婚的时候 我就盼着 能穿透婚纱 你倒好 你说咱们没那个条件 现在有条件了 你又满脸的嫌弃 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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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拍就对了 不是不舍得给你花钱 你没用干嘛你知道不 三丫头啊 爸 你和妈的体检报告下来了 还咋样呢 你没啥事 但是 但是啥呀说呀 但是医生说 说妈的体内怀有癌细胞 喂 爸 爸你先别担心啊 医生说 让妈再去复查一下 爸 爸你再听吗 这刚才是我对不起 我完全没顾过你的感受 我出国会好几年 你愿意等我吗 我愿意 不信 这两相 你再哭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杨岚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真的不在乎 我比你大十岁 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 我有孩子 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不在乎 我爱你 我只在乎你 不一定逃走 也许有凡凡的屋 我怕了一辈子了 梦想成真了 我穿上婚纱了 太幸福了 值了 死了也值了 不说什么 老伴啊 咱们在一块儿 风风雨雨 五十年 我都这把年纪了 你还是那么宠着我 我很知足 谢谢了 老伴 说得下雨 下雨巴拉杆 体检报告不出来了吗 都挺好 咱俩没事啊 说得现在就要大了 再说说说说 我不得走你前头吗 你怕啥 不 我必须走到你前头 我走你 我得走你前头 我走你前头 我走你前头 你跟我争测干啥 为啥呀 要是你走到我前头了 那剩下我一个人 多没劲呢 别 别 别胡说乱想 没有用 咱们就太多了 还得奔酒奔白呢 咱得死尽活 好嘞 没啥事都 来 咱来个大合照 听我讲一下 咱俩自己帮忙 您几个再往中间靠一点 亲密一点 好 三 二 一 我爱你 刚才的表演 我们各位导师都已经看到 我一直在观察单单啊 流泪了 来 你先说 哇 盼了好久啊 等到一个温暖的节目 传递爱 传递美好的东西 人性中善的东西 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动 你们每一对 尤其年轻的这一对 进步好大呀 原来你们每一个人在台上 自己演自己的啊 现在都听得见对方说话 然后中间那一对喜剧演员啊 特别感恩你们可以回来 因为你们的存在 我们出现了这么多的笑声 而且你们演得很控制啊 谢谢 然后这一对演得非常好 我不会挑了 真的是不会挑了 刘烨导师 前面娜娜和顺希 看着挺感动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 看到你们两个年轻人 在这个舞台上的进步 因为演员的诞生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一个 破壳而出的一个过程 杨热我一直讲是有这个 舞台魅力的这样的一个男演员 你站在舞台上 你一直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样子 跟于明佳 你们两个能看到的就是 二三十岁的人 成年人的爱情 也很感动 最后是月弦师姐和云鹏 我特别喜欢 月弦师姐跟云鹏这种 可以先扬后裔的 这样的节奏 前面可以很高兴 到后面给人一点东西的时候 就很感动 我当时眼睛有点湿 三段戏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 看了太多古典的表演方式 古典的说台词的方式 舞台的方式 这样突然回遇到现实主义的 这样生活的东西 都特别明白 直击人心 特别感谢六位 奉献了这么好的表演 谢谢 孙怡导师 你们上场之前 我其实挺担心的 就是说两两一组 然后这个时间很有限 空间很有限 你们怎么把它完成 然后一开始 两队年轻人上的时候 我是稍微有一点觉得 少了一些共鸣 但是整体完成了之后 我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片段 就是你们各自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我很感动 我觉得爱情特别美好 娜娜 我特别要感谢你 你又回来了 有可能面临的是大家鼓励的声音 也有可能又一次面临大家批评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 你勇敢地站到了这个舞台 我们都应该向你致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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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余月仙老师 因为你穿着婚纱走出来那一刻 我的眼眶湿润了 而且你在舞台上的这个收放自如 其实我们从唐山大地震的那个片段 已经看到了 我还是很开心看到您的表演 谢谢在舞台上的六位演员 谢谢你们 好 作为我们导师战队的推荐官 你们二位有什么话要说 我想问娜娜还是00后吧 还是 你现在的岁数你觉得有压力吗 演戏 我觉得作为这个舞台上年龄比较小的 肯定挺有压力的 对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 觉得我来就是来被挨骂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敢来 我就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就说我要接受一切的批评也好 要执教 所以来这边学习的 对啊 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是16岁 比你早一年 我那个时候常给那些导演骂 就说我没带脑子出来拍戏啊 然后我没经验 然后我就不服气 我就每一次回到家里 都对着那个镜子练习我的表情 然后我觉得看到你今天 17岁就看到我自己以前 就来到这舞台全都是老手 然后你就死尽在演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叫演技 就跟你对手很配合 虽然可能有一些是本事演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感动了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肯定会 未来又可以成为一个明星 谢谢 谢谢老师 又可以当一个好的演员 这个是我的鼓励 我第一次看娜娜的戏 应该是两三年前了是吧 蛤 对 那时候 那个是童姓来了 对 那时候应该十四五岁吧 十三岁的时候 对 比你小 还比你少三岁 出道比你少三年 少三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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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还有保持那个童真 对 但是确实我一出来 看到你们俩 并不是演得非常好 但是看到你们俩 越来越好 就觉得电影 中国电影还是有希望 越有年轻人 嗯 还有看到云鹏 你是东北演员 对 特别是演老人最困难的 对 但是我发现你其实 并不是这么年纪大的 对不对 我82年 所以我要加她一分 两分 两分 没有 没有 我加你分 在100分里面加两分了 不是很多 谢谢老师 还有他们两个是演技派吧 你们演得非常投入 我觉得整段戏很完整 哇 终于看到一个 我看到今天最开心的这一段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喜剧是非常重要 嗯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常觉得 都看不起喜剧的 对 有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要是刚才那段戏 没有那个喜感 对我来讲 就太温暖了 温暖得有点假 就是因为到后面 有那个喜剧把它冲破了 你才会觉得更感动 我觉得喜剧还是比较困难 观众不笑就觉得尴尬 所以那个喜剧是拿捏到非常要准确的 对不对 灯灯姐 我今天特别开心 云鹏用他自己的可塑性 塑造能力 证明了自己 你知道因为他来到这个舞台 然后我给了他支持 很多人来骂 我要讲哈 包括娜娜 其实我们这个演员的诞生 大多数的评论都是粉丝 他们不是业内的人 观众有这样的习惯 要把演员分成等级 演大屏幕的是等级是什么样的 演过二人转的 演二人转的是什么样的 分等级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演所有的东西 但我被人真正认识 其实就是小品 小品是最难演的 所以我知道你们有多难 我也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能力 今天你们也证明了你们自己 我太开心了 真的 很多时候编剧跟导演 在拍喜剧的时候 会把这整个 整个担子都放在演员身上 对 因为其实我们怎么写 怎么导 也要看演员怎么会不会演 所以到最后 其实就交给你了 常交给我 都交给你了 演得不好 我们坐在监视器 后面就说不好笑啊 多烂 你看不行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 对 你们又不会导 我们也改不了 因为所以其实喜剧演员 确实是最难最难 最应该尊敬 常常都导演说交给你了 几句对白交给你了 喜剧演员只靠演员自己的 能力 对啊 没有人是桌憋林的编剧 对啊 你好好检讨一下吧 你们导演 所以我就不拍喜剧了 所以现在这个戏 现在这个戏 你自己来倒了 对啊 今天均如你来的太对了 我们再为喜剧演员证明 对啊 这真的是大石化 今天我看到娜娜上台的时候 我知道她踏上这个舞台 需要多大的勇气 当她踏上舞台之后 她的紧张感不见了 她处理得很好 而瞬息刚刚最开始 跟娜娜互动的时候 还有一点声色青色的感觉 但这个呢 又和她那种 心理愧对娜娜的感觉 是重叠的 所以她这种青色很适灵 让人看得很舒适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周云鹏老师的表演 是有一点不适应的 因为我觉得她的表演 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 对其他以前一些小品演员 模仿的痕迹 但是到后来 她们磨平得非常好 我觉得也很值得赞叹 谢谢 很温暖 很感动 尤其是余岳仙老师 像白雪公主一样 很欢托地走出来的那一刻 觉得很美好 许多的演员 尤其是长得好看的演员 普遍偶像包袱比较重 他们很在乎自己帅不帅 美不美 但是对于演员来说 其实她的名字 成为了角色中的名字 替代了她本身的名字 那是最幸福的 所以当有一天 她能够放下身段 丢盔气甲 真的找到角色的 那个体感和温度的时候 才是对一个演员 真正的成全 那我今天就看到了这一刻 好 三位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其实最感动我的是 杨乐和余明佳的那一集 看到杨乐的时候 就是她会有一种 让你很相信的真实 她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讲 真的难得的一个天赋 欧阳娜娜 我觉得她把这个角色 开始的焦虑 委屈 欣喜 她都演得非常到位 余明佳和杨乐 这一个组合 其实在整个的戏剧里面 他们是最努力 最用心 对于角色的理解 最深度的 那究竟我们三位导师 各自会选择哪一位演员呢 刘烨导师 我把这一票最后投给了 余月仙时间 谢谢 谢谢刘烨 好 现在余月仙 暂时已经 跟我一开始 对叶哥的这个判断 不太准确 我觉得 你觉得他要选谁 我觉得叶哥应该会选 欧阳娜娜这样的 这样的女孩 来 宋丹丹导师 我选择 我选择的是杨乐 其实每一个人都演得好 大家刚才把很多赞美 我们都评价给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要告诉你杨乐 我的眼泪 最多的是 因为你感动出来的 你演得非常的内敛 真挚 你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舞台演员 好 丹丹导师 被姐弟恋深深地打动 并且留下了感动的眼泪 好 子怡导师 我选择了舞台表演非常丰富的 余岳仙老师 两个人都选择了 谢谢 子怡 好 刘烨老师眉头紧锁 又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我们现在台上的六位演员 有四位要离开这个舞台 回到你们的观战间去等待 下一部导师的选择 谢谢 让我演这个角色 我也是真的是尽力了 也用心了 我不太在乎输赢 我觉得我享受到了这次创作 然后观众看到感动了 就OK了 就可以了 我听到俊如老师说 他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被导演骂说 没带脑子 演戏或什么之类的 就感觉特别的安慰 因为觉得说 确实是可能 真的要一步一步来 这两期下来 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 和自己学习到的东西 可能是我拍三部戏 五部戏也好 都学习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他们说我进步很大 那一瞬间是觉得 就可能我可以迈进这个 演员的门 这个门槛 那么杨乐呢 你已经毫无悬念地 进入了单单导师的战队 那么我们接下来 月仙 你要在子夷导师 和刘岳导师之间 选择一个人 我太高兴了 我特别地开心 你等一下 我先拉拉跳吧 我这个 我其实就是没有 我就说两个啊 一旦叶哥说两个三个 我估计就没信了 就是对于月仙师姐 其实我有千万语想说 但其实我就会成一句话吧 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又来了 又来 但是 我记仇 我感恩有多大 我的记仇就有多大 多大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随着拿一点 不不不不 第二句话我想说给子怡 就是子怡 你记得1997年 那个夏日的午后吗 那天你回家 你妈妈给你带了很多东西很沉 我就当时看了一个弱小的身影 一个欠影 提着那么多特别沉的东西 往三楼慢慢搬 我当时二话没说 我冲上去 抓过来我说子怡同学 这些东西我来帮你提 这么多年过去了20年了 我觉得我今天想跟你说的话 就是子怡 这个情不用你还了 你只要放弃运渊是你的选择 这个情你就不要再还了 我不要这个还了情 刘烨同学 你当时是帮我搬了 你搬到自己宿舍去了 那不是你妈给你带着吃的吗 所以都搬到你了 我还你啥钱啊 都快哭了 刘烨 都快哭了 刘烨 都快哭了 刘烨 不是 我 他没女演员 那他哪儿 我没有女演员啊 刘烨 刘烨师姐 我是这样 我这个人是很感恩的一个人 但是我感恩有多大 记仇有多大 不是 我感恩 但是我不记仇 这是我们俩的智商的区别 智商上的区别 而且刘烨师姐 我需要一个轻衣式的 能压得住台的 他说不是说那什么啊 我是说 我是说 我是演技啊 刘烨 言多必失 刘烨 刘烨 冲你这句话 我得回去拼命减肥 我要减肥 不是 那意思 不是 那意思 刘烨师姐 您看吧 就是我跟子怡 您选择她的话 您的角色会想选择会有限制 然后咱们两个有无限种可能性 无限 无限种 您就想 您就想 月仙 那你就先选择吧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子怡 我选刘烨吧 子怡 你要赶紧趁机说 那个提包那件事过了啊 对 别再念叨了 真的 真的 子怡和刘烨 我们是一师之徒 然后我们欢聚在这个舞台 我在这个舞台 这个挑战者上 我应该是一个老大姐 从颜值到身形 都不占优势 但是舞台是我的梦想 那每一个角色 我都用我的灵魂去注入 我会让他冰冻三尺 然后要附体 这样的话 我每演的一个角色 我才能过得去我的良心 我觉得我才能对得起 每一个看我的观众 所以呢 我觉得 演员这个职业 让我能够骄傲一生 也会从事一生 绝不动摇 谢谢您 演员一秒入戏 两千万看清演技 OPPO晋级时刻再一次 恭喜余悦仙老师 恭喜杨乐 成功晋级 杨乐那孩子特别好 特别动 是 能看出来 对 本轮宋丹丹战队 在天杨乐议员大将 刘烨战队 顺利将余悦仙收入麾下 截至目前 三支战队势均力敌 各胜三席 给自己放松一下 看看那寒段子 对 接下来将要出演的四位演员 他们要演的热播剧 《我的前半生》 他们分别是 蓝莹莹 张童 姚远 张雪莹 我们对一下词吧 对 对吧 我们昨天前动 我们不已经合完光了吗 现在怎么全部推翻了 我现在都蒙的感觉 这个我没法演 这样的形式可能是 演员诞生 这个舞台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形式 可能会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大家会担心影视化的呈现 说有点看不懂 咱们现在是不是同意后半部分 用跳镜跳出的方法 我同意 同意吗 同意 跳镜跳出的有灯光就用灯光 没灯光 其他人静止放松就好 可是回来之后怎么就突然 你回来之后我们坐这儿就安静了呢 必须有一个人起一个头 这个头一提出来 所有的人都很尴尬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跳了 刚开始我们走的是铁石主义 中间有一段更想把这个东西 用一种其他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学校的排练的感觉 大家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戏 给呈现的最好 我们可以 我一回来了 好 吃饭 所有人全头盖下去 两个人起来 你这个就这样 我的建议是 大家放在这儿 就这样把你说话的人 一下转到前面 就跟前头说 你要想象现在是这样 我跟你讲 现在你们看我这边 你要举杯什么的就很琐碎 吃饭 好吗 不是你这样 大家绝对会笑的 或者那个比如说 好 大家举杯 碰 然后就拿出来 这时候有一个人 比如说罗子军 把杯一放 我们就定了 然后他就开始跳出了 我可能舞台剧演得比较多 所以我是很接受这种形式 他们可能之前 没有看过这样的形式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胆的尝试 就是比较飞的一种感觉 你怎么飞 就是说 怎么一个我不给他跳 我都表现我的心里的跳动这种 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这个我想 遥远 他身上自带幽默感 天马行空 我就想用其他的那种方式 来表现出来 就是说 你老想你第一次的 不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气场很尴尬 知道吧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 为什么感觉这顿饭吃的气场很尴尬 我们两个高起来了 我不同意 这么站在椅子上一定被诟病 来影音就会展现得格外强势 太主观了 就是说 已经回来很尴尬 好吃饭 一个静止的 然后突然间我就变成一个 爆了 他就变成一个猫 每个人用自己的性格外化出来 就像一个动物一样 这一个什么样东西 你怎么越讲越比 怎么就会变成动物了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好分裂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可他东西都是太多束缚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资深全职太太罗子军 有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丈夫陈俊生 是个令人羡慕的职场精英 这天 罗子军请陈俊生的女同事 是玲玲吃饭 然而 罗子军不知道的是 玲玲 也是她丈夫陈俊生的红颜之计 是玲玲 别生气了 昨天我没送你 你没有老婆在车上 没事 我有心理准备 给我点时间 我会离婚的 他同意离婚了 我说这个 没有逼你的意思 你的婚离不离 你自己定 我知道 喂 子群啊 我已经到你姐夫公司楼下 那个餐厅了呀 不是 我跟你说 我今天有一个惊喜 要给你姐夫啊 真的 我那 你待会儿 我看到你姐夫的一个同事 我一会儿跟你说 快点过来啊 玲玲 哎呀 真的是你啊 陈太太 你好啊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正好要吃饭了 咱们一起啊 哦 不了 我打包点东西回去 我还有工作呢 下次吧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吗 你怎么不要吃饭的呀 是不啦 下次吧 陈太太 哎呀呀呀呀呀 你不要拒绝了 你看反正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 老公 哎 你看巧不巧 我刚刚碰到玲玲 走走走走 啊 陈总你好 哎你好 好巧啊 你也在 是 你跟大家说 让他坐下来吃饭啊 啊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叫你不要着急 你为什么来找他呢 我跟你说了 我会离婚就是会离婚的 俊生 我是路过这里 我要打包点东西回去吃 是他硬要转我坐在这里的 我不是 你误会我了 他拉你过来了 是啊 那你听我说 一会儿找个机会 赶紧离开这儿听见了吗 我知道了 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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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瞪着人家玲玲干什么呀 你快坐呀 来来来 玲玲坐 玲玲坐 陈总 我还有一个文案要做 我先回去工作了 好 那你就先回去工作吧 好 再见 陈太太 等等等等等等 你待会儿 待会儿 干什么呀 陈俊生 吃饭的时间 都不让人家吃饭了 来来来 玲玲 你不能这么剥削人家 你知道吗 来 坐坐坐坐 陈太太 是的 俊生 留人家吃饭 子俊啊 他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你就让他走吧 陈俊生 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 我没有看出来吗 我的小心思 你不就是怕你的助理会影响咱们俩二人世界的氛围吗 对 我就是觉得这么浪漫的事应该我们两个人进行就行了 哎呀 不要紧的 老公我跟你说 一会儿妹妹还有妹夫要过来 人多热闹呀 不是 妹妹和妹夫是自家人 你觉得有个外人不合适 不是 不要紧的我跟你说啊 我越是对人家好 人家越是能全心全意的对你 是吧 老 是的呀 留人带吃饭 好的呀 来 凌凌 你先点菜来 菜单在你那里 陈太太 我吃什么都可以 还是你来点吧 哎呀 真的没关系的 我吃什么也可以的 我们第一次吃饭我真的不喜欢 你喜欢吃什么 你点 你来点吧 没关系的 你点呀 凌凌 你点吧 哎呀 你不要跟我客气啊 凌凌 你点吧 这有什么 我来点吧 我来点 好的 老公点菜最好了 我去啊 陈俊生可以啊 搞个婚外恋也就不说了 还能让老婆和情人做一桌吃饭 这太厉害了这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嗯 说明我姐根本不知道我姐夫那点破事 不行 我要告诉我姐去 你等会儿 她今天干嘛来了 找陈俊生借钱 你现在把这事抖了开了 我告诉你姐还是你姐 但这姐夫就不一定是谁姐夫了 我不管 你不管她你得管我呀 我还不上钱我怎么办 你等我把钱借完了你再说行不行 烦死了烦死了 来 姐姐夫 неп 你们两口子总算来了 那那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你们玲玲姐姐夫的助理 你们好 姐夫助理呀 就是那种大事小事都要管那种助理 那这种关系很难把控的 要是把控不好的话 搞不好别人还以为有什么婚外型呢 对吧 姐夫 那这就白笑开 请 你开玩笑要有个分寸好不好 话不要乱说我跟你说 谁都有可能你玲玲姐不可能的 这又不是傻子了 这家那个水煮鱼老好吃了 姐夫 要不咱俩选条鱼家 选条鱼 走啊 快点 我不懂 你这帮我参谋参谋 玲玲啊不好意思哦 我这个妹妹真的是 没事啊 开玩笑嘛 姐夫 那个 你和那个玲玲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们就是同事 你自己看看这些照片 你不说没事吗 这叫有图有真相啊 白光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千万别让你姐看到你这个照片 好吗 要不然家里会出大水 我知道没那么简单 你放心 姐夫 我一定帮你 但你看我帮你了 你是不是也 咱姐互相帮助吧 好 好 收到了吗 各十八千 谢谢姐夫 子群知道这事吗 这照片就他拍的 我不干这事 他跟我告诉你 一会找个机会 赶紧把子群给我带走 听见了吗 你放心吧 我把照片上了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玲玲 真的 你看上去就是那种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女孩子 真的 你说你工作能力又强 玲玲姐那么厉害的 那我可要敬你一杯了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昨天下午 我可是看到了 我姐夫和你在一起的 你知道我们的事 你今天还有脸坐在这里 你脸皮真不是一般的红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俊生 谁替白棺擦屁股 俊生一直想在上海 买一套房 可是就是由于你们的拖累 他到现在连首付 都没有凑齐 我们家的事情 不用你操心 我给你 灵灵啊 吃呀 姐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那个什么 没时间了 姐 我忘了约了个大客户今天 我得跟大客户见个面 你们这是 走走走走 你的事情解决了 我的事情还没解决呢 不是 立刻 零零公司来电话了 我们也有急事 我们也得马上走了 好的 好的 不是 你别 好的 陈总 都别走 你们走了 我姐怎么办 怎么了 你敢给我姐看吗 子军 你看吧 子军 你看吧 吃饭的时候 开什么手机了 真是的 哎 干什么了你们 真的吓都吓死了 干什么呢 一个个 俊生啊 你是不是又忘了 我跟你说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八周年 灵灵 你说巧不巧 今天就正好碰到你 真的 我们就一起庆祝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了 你看 咱妈的两套房子 怎么都写成我俩的名字了 姐 那有一套房子是给我的 对 那房本上不能都是你们俩的名字 我俩也有份 我跟你们说 房子照样住 但是要交房租的 一分都不能少 你别说了啊 罗子军 我告诉你做梦 我还给你交房租 欺负谁呢 走走走 不吃了 走 走不走啊 俊生 以后家里的事情 都你做主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陈总 我还有工作 我 该走了 俊生 我这一高兴我就忘说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新皮鞋吗 皮鞋这种东西 哪有十全十美的 是不是 所以我想了想还是不要买了 你马上就要出差了 新鞋子穿着会不舒服的 还是老鞋子合奖 你觉得呢 听你的老婆 我 来 我们加热杯 子群 姐 谢谢你 你 你自己为种幸福 在为你热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在这个原剧中 白光的饰演者 鸾元辉 谢谢 谢谢您 我们要特别感谢你 现在请你到台下去休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谢谢您来为我们的演员们助力 谢谢您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导师们 发表一下你们的观感 张子怡导师 请你先来 五位演员都完成得特别好 遥远我觉得这个片段里面 你挺出彩的 你比之前的那个进步很大 我是觉得稳了这一次在台上 而且跟四个人你都有交流 你的戏很重啊 但是还唱得挺好的 真的还挺好的 我是觉得我没想到 张鹏也完成得特别好 但这个角色比较有局限 但是没什么毛病 最出彩的是我认为是影音 就是我一直挂着一个疑问 到底对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竖心力 因为之前你一直演的是 你不清楚 但后来这一番就明白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你那一句话 就是说你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吗 他突然间就改变成另外一个人物了 就那人物的力量就有了 然后我觉得雪莹有点可惜 在这个片段里面 很有限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 没什么戏给你 对 但是呢 就是很有限的那一点东西 我也看到你的力量了 谢谢 好 谢谢子怡导师 丹丹导师 都挺好的 真的 姚远我从上一个片段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挺好的演员 盈盈就不说了 这是我们剧院非常幸运 有这样好的年轻女演员 另外张鹏你这个戏真的演得不错 小姑娘虽然有一些稚嫩 但是你就演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都挺好 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现在可以摁了 现在还都不到时候 因为刘烨导师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评价 我错了 没有 就是 姚远你跟你右边的三位 我觉得他们三位其实还是更好一些 就是说这个把台词讲出来 那劲儿讲出来 我觉得那个姚远能看到你的进步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因为你是这里边唯一男的 所有的矛盾点全在你身上 你可以更好 盈盈上次跟肖素那个 那真的是我认为是整个到现在最好的一段戏 然后只能选一个 我当时投给了肖素 盈盈也是做一个带上海口音的这样一个女人 台词一点不违和 真的好 然后顺着说雪莹 小姑娘 有爆发力 你其实跟你右边的这个张同师姐是一样 都说是班里边第一名 不用说了 整体还是挺好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三位导师 今天在台上看到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的真挚 但是我对盈盈的印象是很深的 因为那个虎猫 猫霸里面你的黄力气场很强大 可以跟赵薇对着干的那种 那整个这台演出 我觉得你演出了一个示弱 献媚 讨好老公 以及暗暗地把一个小三逼退 所以我非常诚挚地向导师推荐盈盈 谢谢 谢谢您 我是拍电视剧的 我是觉得这一组演员最像电视剧 我可以看到不同的机位切一切 明天就可以播了 好 谢谢您 该说的都说了 三位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丹丹导师 我选择的是蓝盈盈 虽然这个角色离你太远了 你太小了 你才二十几岁 对你不太公平 因为你很难真的从内心理解一个女人 离了这个男人不能生活 然后又不得不非常心痛 但是假装没看见的这种复杂的内心 这个对你有点太难了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谢谢老师 刘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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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票投给了蓝盈盈 可以你俩就调了 就是从上次最爱的时候 只能选一个人 我投给了萧素 当时其实自己还是有一些 纠结和悔意吧 我觉得不想再有第二次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最后 请此一导师公布你的选择 我是很纠结的 因为顺着走 我肯定会选赢的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但是我总觉得 我欠了雪莹一个机会 我把这个机会还给雪莹 我选了张雪莹 哇 谢谢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要请我们几位 暂时还没有被导师选中的演员 进入待定状态 回到自己的观战间等候 我能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 好 感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 所以如果说再有机会碰到别的剧本的话 我们一定尽力把它们以更好的形式呈现 谢谢 表远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其实我会有一些遗憾 今天我被淘汰了 没有 没有淘汰 没淘汰 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两个 现在说话不是那种被淘汰的感觉 不是淘汰 刚才说了 要回到你们的观战间去 那明白 我明白 既然没有淘汰 我希望老师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成为你们的一匹得力小黑马 谢谢 好 好 二位 请吧 谢谢 谢谢张同姐 谢谢姚远 蓝莹莹 请你在丹丹导师和刘业导师之间 要做出一个选择 在选择之前 我们请二位导师为自己拉拉票吧 丹姐先说吧 那个莹莹 我刚才选了杨乐 我特别需要给她选一个对手 从年龄上搭配上 你们两个很合适 我们两个是一个剧院的 如果你以后还愿意回剧院工作的话 不害怕的话 你看着办吧 所以我觉得你考虑考虑也是对的 但是刘业导师的那一番话 也是很让人害怕的 我要是她要这么跟我说 我肯定选她了 来 刘业 我先说 认真的 对 因为刚才丹姐讲说 给杨乐挑一个对手 盈盈 我现在要给我挑一个对手 其实在上次那个最爱的之后 没投给你 我就两个宿没睡着觉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 不想再失去跟你合作的机会 包括后来你跟子怡拍那个短剧 我觉得特别好 希望你来我这儿 最后送你一句话 我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但同时呢我又 记仇 我又很记仇 就是这样 说得特别棒 南盈盈盈 你是考虑到未来在剧院的前途呢 还是准备让刘业老师 人生不要再错过 请你做出选择 丹丹老师 对不起 你看 不是 不是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知道你要说 丹丹老师对不起您 对 就像是 北京人一把你开除了 不要 我还真没这权利 你可以来国家化剧院 没关系 可能大家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最爱 我呈现的第一个作品 我也很感谢林肖素 我的对手 然后既是我的合作伙伴 然后把这个作品和我一起 呈现给了大家 所以说呢 我特别希望有机会 可以再跟林肖素老师 然后做一个就是队伍和队伍之间的PK 对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刘业老师 孩子你想得深远 您肯不要这公职了 咱也得去跟刘业导师在一起 我们先请二位 你们回到你们导师的作战时 等候一会儿你们导师和你们 在组队在战斗 演员一秒入戏 2000万看清演技 OPPO晋级时刻再一次恭喜 蓝颖颖张雪莹成功晋级 选择刘业老师也是因为 我觉得她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她的队里也许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然后也会给自己一个惊喜吧 我没有想到张子莹老师会选我 我觉得我是抱着一个导师 都不会选我的心态来的 我需要学些东西 还有太多太多了 因为优秀的演员大有人在 本轮张子莹战队 收获张雪莹议员大将 刘业战队赢得实力演员蓝颖颖 宋丹丹战队截至本轮 还剩余三席 同学你那个玩过火蝉小视频吗 没有啊 这挺好玩的 同学 他把你脸弄瘦了 实际上你的脸没有这么瘦 你过来 你看我们俩 我也弄漂亮了 我们录一个 好 便有钱 怎么还有个红包呢 真的假的 我真的有钱 不要录了 我们撕下分钱去了 好 一会领了红包 我们去吃夜宵吧 特别好 好了 天竺黄终成功了 警告 他还是你害死的呢 我看他 你打我 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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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登陆微博参与节目附送 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看下来这个舞台了 导师选完了之后 会有7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3 2 1 请揭晓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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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会选 我杀人了 有电章 我觉得我还不是 我杀人了 我的阅电话 我杀人了 你养股 好 来 谢谢 谢谢 我杀人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